我也要請教一下年荒 在過去就有人是失敗的例子吧 對 在2013年的 那一區的立法委員補選的時候 當時是 言寬恆 就是言清彪的公子言寬恆 對上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 叫陳世凱 結果那一次 言寬恆只小勝了1138票 有險勝啊 對 以言家在 那個選區的實力 沒有贏個2萬票 已經勝了很六個的事情了 那次只贏1138票 而且在選舉過程裡面呢 言清彪急到比他自己參選還緊張 而且呢 開票的過程是 重複的不斷的一直在算 一直在算 算了 前後算了9次 最後才敢確定說言寬恆贏了 然後最後宣布 那一次呢 你說是不是大甲媽無人贏 其實也未必 可是也可能是媽祖跟保備 所以才險勝啊 對 搞不好如果沒有媽祖 搞不好輸掉也不一定 對啊 不過就是說這個 這種就是說 在選舉的時候去拜會上人 宗教 其實他有很多的不同的效果 第一個效果大概就是說 讓所有的信徒知道說 我就信你們的信 拜託你們要給我支持 像說我們是同一國的 對 我們同一國的 另外一個 可是呢 有時候就是說 信眾信的其實是神 比如說我拜媽祖 我信的是媽祖 那對於媽祖的代言人 我是不是這麼信 那恐怕也未必 那不見得 對 恐怕也未必 有時候是很難轉移的 所以這個政治人物跟神明之間 其實台灣有很多故事來講 我再講一個故事 就是這個一貫道 一貫道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 叫做這個老前人 等於是他們的老前輩 叫陳大姑 他在前幾年這個陳仙 他們叫陳仙 陳仙的時候呢 當時的馬英九還是總統候選人 還沒有當總統 當時總統是陳水扁 你知道在他的 我們用一般世俗人的說法 叫告別式 他們可能叫陳仙儀式之類的 現任總統陳水扁去 而且還頒了這個包揚令給他 然後呢 當時要選總統的馬英九呢 是直接跪在前面呢 行三跪九寇大禮 三跪九寇大禮啊 當時是嚇到耶 因為通常我們台灣人 會行三跪九寇大禮 大概只有對自己的 直系的尊長 會行這種大禮 那為什麼要行這個大禮呢 後來事後去問了之後 才發現說原來這位陳大姑 他在臨終前 用身體狀況已經不是很好 用他顫抖的手 寫了一個馬字 臨終前寫了一個馬字 什麼意思 大家要挺馬 還是說他會上 他希望馬英九能當選 而且要呼籲他的信眾 大家要支持馬英九 那後來這個故事呢 被馬英九知道了 所以他覺得 他非常感謝這個陳大姑 所以在他臨前 行了三跪九寇大禮 我們要知道 一貫道在台灣 他有四百萬的信眾 那所以政治人物跟宗教之間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我們等一下 也許可以再補充一些故事 好所以就... 好 好